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大家 陪伴走了一个多月的 大概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 去做了一次法律的旅游 或者说司法的旅游 去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间 去观察我们的 中国古典的司法传统 以及中国近代的司法改革 我们会遭遇怎样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一个文明再造的 一个背景下边去观察 那么司法制度 现代司法制度 在中国确立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意义 和它可能会遭受到的特殊困难 我想我们上一讲 讲武庭芳困境 其实没有完全讲完 因为这个设计的问题比较多 我还要在这一讲 今天是最后一讲了 终结之前 得出最后的一点总结之前 我们可能还是要补充 再讨论一下 其实武庭芳困境在一定程度上 应该是英吉利 英格兰所发展出来的这套 司法的文明 在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 这样的一种遭遇的过程中间 那么他遭遇到特殊的困难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 曾经说过 这个文化移植 文化移植呢 它是一个特别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当你观察 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的传播 文化的接受 融合的过程中间 我们会发现 其实 越是 文化的高层次的那部分内容 传播起来越艰难 越是文化比较低的层次的部分 传播起来越容易 大家比方说 今天 无论是多么保守的一个中国的官僚 他都可以享用 德国制造的汽车 英国制造的汽车 毫无障碍 他觉得这不是 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 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比方说涉及到 典章制度层面上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去 完全的接受 其他文明的东西 这也是 所谓的 过去张志动 那个时代流行的口号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体用之间 这样的一种选择 其实是 就表明了文化移植中间的一种 越是到精神层面的东西 就越困难 制度层面的东西 也比较困难 那最容易的就是说 在器物层面上 我们可能比较 可以说比较容易的 去能够学习 能够借鉴 其实 这种学习借鉴 你可以看到它 背后的东西 其实也是很艰难的 也就是特定的器物背后 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 就是说 每一件 其实机器的背后 其实都有着 很复杂的一种文明 才能够带来这样的一种 机器方面的一种 就像我们现在说 芯片 它的制造 其实背后 它有一系列的一些 很复杂的东西 这种东西 其实是跟文化的 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是紧密相关联的 热爱交响音乐的人都 尤其是发烧 有一些朋友跟我说 说是 其实比方说 日本可以造出 很好的音响 但是 到了最顶级顶级的时候 可能日本的东西 还是比不上 比方说欧洲的 那些老欧洲国家 出的那种音响 更能够展现出西洋 尤其是古典音乐的 那样的一种 独特的一种韵味 这样的一种韵味 可能是特别 真正是要 单清难写 是精神 我们上次讲 这个相对来说 英国的法律制度是 比方说它 特别的 这个体现为 一系列的判例 这种判例呢 可以说是 好如烟海 有时候 不明就里的人 就觉得 这怎么办啊 这个如果是说 我们要按照英国模式 去学西方的法律 这个东西 其实是 怎么去下手 老虎吃天的感觉 所以 判例法构成了 我们借鉴 英国法的一个障碍 那么英国法的传播 你可以看到 它传播比较成功的地方 几乎都是 法律界的人 都使用着英语 我们上一次 也讲过这个道理 就是说 可能 如果说诗歌 是在翻译中间 失去的东西的话 那么法律 尤其是英国的普通法 如果离开了英语 这样的一个载体 离开了 法律职业者 都受过英国式的 英国或者英国式的 法律教育 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没有这样的一群 说着流畅的英语 去理解普通法 普通法变成了一种 所谓的普通法思维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 都具有普通法思维的 法律职业者 来去操作这套法律制度 那也不大能够 不大容易去传播到 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为什么 香港的法律职业者 都是说英语的 你就可以理解 他离开了这套语言 其实是很难的 那么我们今天谈的 上次我们也谈到了 陪审团这个障碍 武庭芳就是特别的热心 在他起草大清 民事刑事诉讼法的时候 特意安排 特意设置了说 应该把陪审团这样的一个制度 引入来 但是陪审团这个制度 真正是一种 菊生淮南菊生淮北 法国也曾经过去 引入过英国式的陪审团 因为启蒙时代的那些个 思想家对陪审团的那种歌颂 深刻的影响到了 大革命时代的那些 非常激进的 法国的革命的推动者 他们一定要把英国式的 陪审团引入进来 但是可能有不少朋友 读过双城记 你可以看到双城记 还有一部电影 双城记 这个电影的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次 发生在英国的审判 结束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 发生在法国的审判 大革命时代审判 两个审判 其实都是用陪审团 但是你可以发现 法国式的陪审团 已经走到了 完全背离了陪审团的 那样的一种 保障个人自由 保障民众的权利 保障每个人的权利的 这样的一种初衷 完全背离了这种初衷 变成了一种 很可怕的杀戮的工具 所以有不少朋友说 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入 英国式的陪审团 我们应该总结一下子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那样的努力 其实毫无成果可言 我们到了民国期间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也用了一种陪审团审判 但是当年国民政府 规定说陪审团的使用 基本上限于在 反革命案件中间使用 而对于蒋介石 这个政权来说的话 反革命就是倡导社会主义 倡导共产主义这套东西 叫反革命 所以偏偏在那样那种 政治色彩很浓重的案件中间 一定要使用陪审团 这说明他们相信 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 来去开展对这些 一个敌人的斗争 陪审团是一个 特别有效的工具 所以我一直在呆忧 陪审团这样的一种制度 在一个整体的政治体制 不民主的情况下 它的引入 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会导致一些 非常可怕的一种 压制性的效果 而不再是一种 保障民权的一种 堡垒 一种壁垒 就是我们在 我想陪审团的问题 当然很复杂 我们上次多少 讨论了一下 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陪审团的存在 也使得整个的庭审模式 跟我们传统的 不用说跟传统的衙门 即便跟欧洲大陆似的 那样的一种 审判模式 其实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样一种整体模式的转变 其实它是有一种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 那样的一种效果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武廷芳的困境的另外一个因素 导致了他所努力的 想方设法的是 推动英美法在中国的传播的 这样的一种努力 的一个非常有重要的障碍 那就是 日本在中国的近代法律变革中间 所发挥的作用 把英美的这样一种影响 可能发生影响的这种可能性 降低了 减少了 日本 大家知道 日本在 明治维新之前 我们经常说 日本是一个特别的 愿意向中国学习的一个国家 中国的文明 对整个的日本的影响非常大 当然我最近也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 我们可能对于日本的误解 和日本对我们的误解 都多多少少来自于 大家太过分的相信 对方跟我们差不多 我们可以同文同种 我们是一一带水 我们文化 有些朋友到了日本去以后 就感觉到好像 好像没出国一样的感觉 满街的汉字 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不像到了英国 到了美国 到了或者阿拉伯世界 那的情况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但是其实在看到相似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到不同的地方 但不管怎么说 在超过一千多年的 日本借鉴中国文化的历史 其实使得这样的一种 整体的这种文明 呈现出两者之间的那样的一种 特别多的一种相似性 哪怕是表面的相似性 而不是思维方式的相似性 但是到了明治维新以后 尤其是甲午战争 各位都知道甲午战争 对于中国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是 我们第一次被一个我们的邻国 从前我们跟欧洲人打仗 跟英国人打仗 我们觉得打败了 不是特别奇怪 但是跟日本打仗打败了 这一点对我们的警醒作用 特别特别的大 最后大家就会发现说 我们是否应该看看日本 当然其实从打败之后 到我们真的下决心 到比方说开始大规模的 学生中国的学生留学日本 大规模的引入日本的叫教习 日本教习就是日本的教师 来中国传播各种各样的现代知识 其实是很 可以说是更晚近一些的事情了 到了甲午战争好多年以后 那么逐渐的我们就 按照梁启超这些学者的说法 日本是一个中国最应该学习的 一个也比较容易学习 当然首先在于日本把大量的 这样的一种西方的文化的成果 变换成为一个中国熟悉的一种形态 尤其是与这个翻译所带来的 语言的一种变化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 比方说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找到前大学的吧 他叫石藤惠秀 石藤惠秀先生写过一本书叫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他在这本书里边详细的列举了 中国的现在词汇来自于日本 或者说日本翻译成汉字的这些词汇 像国家呀 像政治呀 像各种各样的 什么东西加一个主义呀 什么东西或不加一个学说 比方说现在有时候我们的领导人 喜欢倡导斗争 斗争斗争 各种斗争这个词就是来自日本 我们经常说经济不景气 景气这个词也是来自日本 德学这个词也是来自日本 理论这个词也是来自日本 我们如果是说 尤其是法律方面的词汇 可以说大规模的 这个像海啸一般的 传播到中国来 当时有一个 当时有些人很反感 说这个叫新名词 这个日本来的新名词 简直是令人恼火 有不少人读中国的报纸 都觉得读着读着 简直可以说是非常麻烦 就是说有许多的词汇都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含义 有一个人非常愤怒的 写了一篇文章 讨伐新名词 结果别人告诉他说 名词这个词本身就是日本词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把它驱赶掉 正像我们的央视 在传递许多的 让我们对日本不大友好的信息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中央电视台 如果没有日本生产的这种各种设备 可能中央电视台就没办法拨了 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设备 基本上都是日本来的 法律方面的这样的一种 日本 它走在前面不仅是这些个名词 这些个概念 而且也包括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典 比方说明治宪法 比方说明治刑法 比方说一系列的民法典 什么东西 日本都大致上是走在中国前面 这样的一种 范例的作用 对中国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尽管也有不少其他的 国家的有一些人 试图来去推动 英美的也好 欧洲大陆的也好 这知识传播 但是你们知道 其实日本的东西 也不是在现代的法典中间 日本的法典编撰 也不是他自己独创的 也是从欧洲大陆 日本也曾经经历过 早期是学英国 还是学欧洲大陆 上一次我们提到了 应该是上一次提到过 这个江城新平那个焦虑 拿了一本法国法典就叫 河南学家 南学家 姬若林翔 赶快把它翻译成 日文 我们就可以有了一部 日本的法典了 日本的新法典 当时的一个法国的 法学家 在日本也影响非常大 但是日本最后走来走去 他们还是把自己的法律的模式 朝向一种德国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学习 最后他们的法典的形态 更多的受到德国的影响 这也间接的 这几乎像是一种 转口贸易一样的 间接的就会变成 说我们学习的范例 我们通过日本来学习欧洲 内藤湖南先生曾经说 这个 中国人跟西方人的交往 根本不需要去 通过日本这个桥梁 因为中国人 接触西方的文明 接触西方的文化 比我们要早得多 比方说在万历年间 明朝的万历年间 就有不少西洋的传教士 利马斗啊 汤若旺啊 这些人 他们耶稣会的传教士 来中国传教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早期的传教士 他们并没有致力于 把法律文明这些东西 来去传播到中国来 而中国真正的法律的 走向西方化的过程中间 还是多多少少 离不开日本这个桥梁 或者说 这几乎是一种路径依赖 我们逐渐的就开始觉得 通过日本学习西方 这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 而且日本已经把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转换 转换成为一种有点像是电压呀 或者说电器的某些特定的匹配要件 它转换成为一个更加匹配于中国文明 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 让我们能够比较便捷的去学习 那么 所以 当年跟武庭芳一块主持法律修订的 沈家本 沈家本就对于日本的这方面的一些个 相关的知识 比方说到日本去做考察的这些人 回来向他做的报告 他特别重视这些东西 那么 更不必说铺间盖地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到日本去学习 法证 这个日本的东京的法证大学 专门为中国学生办了一个 预备学校 有不少日本的最一流的法学家 都特别热衷于 向中国的学生们来去 让他们能够学习好法律 在日本学习好法律 然后把日本这套法律模式 能够带回中国 能够影响中国 这个 大量的中国的法证学堂 有人看过 大家都看过 可能这个老舍的茶馆 茶馆那个话剧 茶馆的话剧里边有一个 这么角色上了以后 说好久不见了 您哪到哪去了 说我上法证学堂了 上法证学堂了 大量的人都在 法证学堂里边有不少日本的 学者来去做老师 做教习 日本教习 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传播使得我们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受到法证教育的人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接受了日本的这些个 这样的一种法律的一种词汇也好 概念也好 法典的模式也好 都受到这样的一种影响 当年那个法证学堂的规模 那简直是全国各地都是 到处都是法证学堂 以至于有一位学者叫杨音航 你们都知道鲁迅曾经对于杨音渝校长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指责 这个杨音渝校长的哥哥叫杨音航的 也就是钱仲书先生的夫人杨将的爸爸 或者是钱先生的岳父 杨音航本人就是早期是留学 现在是留学日本 在日本留学几年以后 后来他就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好像是到了那个 这个 这个 哪个大学来的 在费城的那个 叫什么大学来的 一下子 看这个脑子都不转弯了 都这个 虽然没有得这个新冠 但是好像也有点 新冠的前兆 那个 我看看 那个大学很有名的 然后在那儿读了一个 他得了一个硕士学位 他写了硕士论文 有人还把他 比奇法尼亚大学 对了 对不起 宾州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武廷方当年 在1901年 或者00年的时候 1900年 武廷方专门在 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大 发表过一场演讲 挺有意思的一场演讲 那么 杨银行先生就在宾大读书 读完了以后就回到中国来 他算是一个既了解日本 又了解 又了解美国的法律制度的一个 法律职业者 然后他就说上 哎呀 当时那个法政学堂 这种状态 让他感觉到特别不喜欢 因为 简直可以说是 学法 学法律之人 如过江之己 己于那个己 己于的己 如过江之己 法律文凭 渐如粪土 他特别特别的觉得 像中国人学 说学日本法律 有点像是 日本人吃鱼一样的 这个生吞活泼 不加烹饪 就是 就是把日本的东西 就照搬就照搬过来了 然后呢 一点都不考虑到 其他的文明的一些特色 也不考虑到说 中国到底能不能 很好的是操作 这样的一种相关的 这样一种法律 这是杨银行先生 当年的一个 特别激烈的批评 表明了日本的 这样这种 对中国当时的影响 日本的影响的扩大 也就意味着 武庭方想做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 把英美的元素 引入到中国来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么 到中午庭 他方悲剧的 还包括一些 比方说 英美这样的一套东西 尤其是英国的东西 我们开始的时候 学他的一个动机 就是说 觉得英国 是一个君主制国家 当时 我们在 环顾四 这个五大洲 环顾全球的时候 去想一想说 我们学习什么 在武庭方担任 修订法律大臣 190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李清陶 灭亡 还有九年的时间 没有人会想象着 我们将来会生活在一个 共和政体之下 大家都觉得 哎呀 君主制是中国 2000年 就是说3000年 那真正是3000年 没有变化 我们都是生活在 君主制之下 谁会想象 我们会把皇帝给推翻了 把君主制给 推到坟墓里边去 埋葬到坟墓里边 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 那个时候 人们总会感觉到 看法国 法国是共和政体 美国 美国是共和政体 没有皇帝 然后德国的皇权 皇帝当时还在 但是已经摇摇欲坠了 可能很快就记得到 魏玛共和国了 所以所以当时 有许多人觉得 可能英国 他能够保留君主 一定会有他的道理 而且既保留君主 又是这么强大的国家 似乎他里边 一定暗藏着我们的 可以有一种密码 是我们 适合我们的 因为我们想 还是一个君主制 我们也同时也想 像英国一样的富强 所以就想去 把英国这套东西 给搬到 中国来 但是 物学不知道 你真正进入到 英国的法律的精神世界里边 你会发现 英国的法律 可是比欧洲大陆的法律 古字眼里边 更注重个人的价值 个人的自由 而且不是声张的 不假 不假这样的一种宣言啊 大规模的号召啊 不 你可以发现 它的深层次的东西 点点滴滴的 似乎都渗透着 有一句话叫什么 有一种鸟 每一个羽毛 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芒 可以说英国的法律 每一个局部 每一个环节 都闪耀着 对于个人自由 和对于个人价值的一种 保护的 个人权利保护的 这样的一种 特别浓郁的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是我们当时 所不可以接受的 比方说 你可以看到 这个英国 它虽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 但是它在行政权力方面的 地方自治 那是真正是非常的坚实 它比像有一些 号称联邦制国家 它的地方的自治性 还要保持的更加完整 更加坚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的君主 虽然有君主 但是君主的权力 居然得到了 如此严格的限制 许多人想象 我们能够这样的 限制我们的君主权力吗 像日本 虽然它一直到现在 也是君主制 明治维新的时候 它制定明治宪法 哎呀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个明治宪法 它就 它就是一个 其实是让君主 在政治生活中间 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一部宪法 但是它宪法的表面上 让君主有了很大的影响力 特别有意思的是 日本这个传统上面 它已经经历过 这个三个幕府时期 三个幕府时期 日本的天皇 基本上有六七百年的时间 其实是不亲政 不亲政的传统 对于同样的一个宪法条文 比方说 他把天皇推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决策地位 但是呢 长期不亲政的 这样的一种传统 仍然在多多少少影响着 日本的宪法中间的 天皇的实际的地位 天皇实际的地位 还经常是一种 比方说开预前会议决定的时候 天皇其实就像一尊菩萨一样的 一种木头人一样的 呆呆地坐在首席那个地方 看着他的大臣在下面研究问题 他其实是不说话的 他满足于这样的一种 让真正的决策 决策的权利 还是放给这些个首相 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的大臣们 大家来研究 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 天皇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天皇发表自己的看法 也经常是含糊不清的 许多人都知道 这个在决定是否 对于太平洋战争 是否对美国宣战的时候 那最后大家达不成一致 军队内部都达不成一致 海军不倾向于宣战 陆军倾向于打 结果最后大家争执不下 晚上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 一直到后半夜了 最后 这个天皇从自己的口袋里边 掏出一张纸条 说这是他爷爷 也就是明治天皇 当年写的一首诗 然后他就读了一下子 说大海是多么的平静 奈何风浪 总是让他激荡不安 说了这被练完了以后 自己又不说话 这样的一种模式 其实你可以发现 宪法中间虽然说规定了 天皇具有最高的统帅地位 但实际上日本的历史传统 仍然制衡着明治宪法 在实施过程中间天皇的一些个角色 天皇的一些地位 但是我们如果说 像日本学习 也保留我们的皇权 规定的条文跟日本的明治宪法 差不多一样 你们知道在大清宪法草案的公布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是 那完全是引发重怒 因为我们的皇权 跟日本的皇权是不一样的 它的实施过程 如果你同样做这样的规定的话 那么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最后也就引发了最激烈的革命 最激烈的革命 对中国近代中国的这个 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吧 我们的最急迫的任务 无非是三项 一方面是国家要独立 另外一方面是国家要统一 另外一方面是国家要富强 这三个主题 其实如果说 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内容 你再去学英国 那简直可以说是南原北者 你最后你英国的这个 他当然他是独立的 他是统一的 他是富强的 但是他内在的那些东西 如果引进来的话 我们不是要保障个人自由 大家想想孙中山当时的议论 孙中山说 我们的自由不是太少 而是太多了 我们自由到了一种 整个的国家都是一盘散沙 每个人都各行其事 所以孙中山到了晚年 他越来越 又觉得我们应该是什么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他越来越倾向于 必须要有一种 集权的一种努力 才能够让这个国家变好 所以让国家走向独立 让国家走向统一 让国家走向富强 所以英国的这种法律 根子里边的这种自由的精神 反而变成了一个 我们接受他的一个 特别大的障碍 我们讲从两国的这个大体制的角度去观察 那么如果是从武庭芳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也可以说武庭芳的悲剧 也有他的必然性 一方面比方说武庭芳 他回到中国来 他是一个学法律的人 他是拥有大律师资格人 但是其实他当时在清朝 191996年 95年96年 96年97年的时候 他开始进入到中国的政坛 逐渐的 包括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谈判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外交 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 外交尽管跟法律也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外交毕竟 他的重点并不是在内政方面的一种制度建设 所以他即便是到了1902年 担任了修订法律大臣 政府一旦遇到对外谈判 也要把他招呼去 1912年新的民国政府 这个诞生以后 他就被认为为司法总长 但是许多人都感觉好遗憾 武厅芳你这个人 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安排成为司法总长 而不是外交总长 外交工作没有由他来主管 他主管司法 许多人都感叹 他还曾经劝 跟别人讲道理 说司法也很重要 但是这个国家的司法 是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的司法能够成为一个 这个国家的权力构造中间 如果一个人主管这个国家的司法 它的地位是非常隆重的 非常的权力很大的 我在前几天回答 我们的网友们的提一些问题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提到过 跟这个相关联的问题 就是司法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说司法部跟国务院的 这个法治办合并起来了 对司法部的地位有怎样的影响 哎呀我说这个 中国的各个部委 中国的司法部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司法部过去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司法部还管法律教育 还是一块很重要的一个事务 司法部管监狱 但是司法部对监狱的管理 其实一直是只管一般监狱 像行政监狱就不属于司法部管 司法部的管教育这个职能 基本上是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司法部就是 好像是法治宣传 这样的一种司法行政的部门的 这个最高层次的领导 真的是让人觉得 其实是很边缘化 比方说最高法院的院长 最高法院的院长 你看起来在一个国家地位 很崇高吧很隆重吧 哎呀 最高法院 我们最高法院长到美国去访问 那简直可以说是 美国的那种 没有朝野上下 非常隆重 因为这是 他们就以自己的那个 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的地位 来衡量我们的最高法院的院长 那就是 大家看看政治上的排位 你可以看到中国开一些 比方说 各种各样的 比方说 政治方面的一种重要的会议 你看看我们的最高法院的院长 他的排位 他的顺序 基本上是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 属于排名第55名到60名左右 这样的一个地位 他没有办法去行使像美国那样的联邦最高法院的 那样的一种巨大的权力 当然有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到中国来 或者国会议员到中国来 也会有类似的一种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国内自己觉得自己很了得 走到哪儿去都隆重都不得了 但是到了中国来 中国领导人会想 哎呀不就是一个最高法院的院长来了吗 他这没什么重要性 然后呢或者说国会的议员代表他来 不就是一帮人大代表来了吗 我们何必那么重视他们 结果就导致了一个交往方面的一种特别的叫拙睿不投 特别的一种各种各样的冲突都是跟这样的一种两边的体制 他差异有关系 那么武庭芳被任命为在19世纪的1897年就开始任命为 所谓的驻美国墨西哥古巴等等这国家的公使 他就出去做外交了 然后呢做外交 当然他他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在外交方面有相当多的成就 然后回到国内1902年的时候要叫他当修订法律大臣 他其实他的心思也不得不经常 经常分神到这个外交的事务方面去 结果其实外交方面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 但是法律方面的基本上他到了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的时候 已经是六十六十岁的人到六十岁的人 六十岁的人如果全身全异的去重新某项事业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他让他制约他的第二个方面的很大的障碍 是他的这样的一种 他的一种历练 他的一种经历 让他在中国的官场上 变得格格不入 他他是你知道他虽然小时候也读过私塾在广州的方村那个地方 在七八岁六十岁左右 但是后来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到了香港去 上的是圣保罗书院 英国人办的学校 他就开始完全进入到了一种英国式的教育的一个系统红颜区 毕业以后 中学毕业高中毕业以后就进入到香港的法院担任翻译工作 翻译工作也很吃力很吃重 因为工作很繁琐 很麻烦翻译也不能出很多的错误 对于早期的从事法律翻译的人来说的话 那他的障碍我们后来会说语言的方面的一些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他没有多少精力去 甚至也没有多少爱好去研究中国的古籍 那么后来到英国去留学 到林肯律师会馆获得了大律师资格 在这个过程中在他的一种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这段时间里边 他基本上生活在一个英国式的这种文化的环境中间去 或者说英国化了的一个人 然后呢他再你看看 他没有中国的这样的一种 中国的官场上的那套习惯的一种话语风格 中国官场上的所有的比方说 你怎么去写一个奏折 你怎么去能够跟平常跟人交往 跟同事们沟通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武庭芳所特别不擅长的 他在他的那本一个东方外交官看美国那本书里边 曾经说过在中国办事多么困难 他就专门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就是在朝廷那边吧 有一个高等官高等级官员讲了一些什么东西 讲些话他觉得事关重大 这个他不同意他讲的有些观点 他就当着许多人的面直接提出自己的不同的意见 结果就搞得所有的人都很尴尬 不仅仅是这个发表观点的这个高官不高兴 而且下边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真的是 这真的是一个公牛闯到慈禧殿了 这怎么会这样的 大家都感觉到很不安很不舒服 但是呢 最后下来以后单独相处的时候 这个被顶撞的这个官员 跟胡亭芳说其实你的观点我是同意的 但是你不可以在这样的大面上这么说 所以中国官场上说话的那种风格 我们今天也可以就比比皆是的看得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你要给领导提点不同的看法 你怎么提啊 你怎么提 总是说领导讲得非常好 非常好 我就补充那么一点点 就是补充的一点点 还要通过特别委婉的话来去表达一点 好像更前 那直接顶撞领导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还记得在台湾的胡适 在中央研究院的那个大会上 当面批评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记里边 那写的是多么恶毒的话 这是我生平遇到的第二次 这个巨大的羞辱 胡适之这样的人 居然敢当面去驳斥我的观点 所以这样的一种官场文化 对于这样的英国 英国受英国教育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种 武庭芳这样的人来说的话 他真正是格格不入 他真正是说 更不必说那背后使的那些手腕 如何去解决 比方说当时有所谓的部院之争 法部和大理院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权力 这种分割 最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严熟的 特别特别好的一种手腕 来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每每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他很失望 所以天天生活在一个很郁闷的一种状态之中 最后也不得不去研究什么鬼 鬼学 灵学 整天写了一些与鬼对话的这些个东西 实际上他就逐渐的变得 就是变得新会议了 当然我们要说武庭芳的话 我前几天刚刚检索文献 发现这个复旦大学的孙孝霞教授 法学院的孙孝霞教授 也是我的老朋友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武庭芳今年六月份 他的这个诞辰 一百八十周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或者去世一百周年的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常看在那个爱斯江网上 他说这个 当时有一个 少不庚式的青年狂人 居然在武庭芳去世的时候 说了一番很轻浮的话 批评武庭芳 我的这位老朋友 孙孝霞教授很不以为然 觉得胡适当时你知道 武庭芳是比胡适大将近 1842年和1891年 你可以发现 可以说有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差距 所以武庭芳在1922年去世的时候 胡适曾经在他主办的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这个矫短文 题目就叫武庭芳死了 武庭芳死了 胡适在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到 胡适文存第二集 在这篇文章里边说 武庭芳死了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 挺重大的一个损失 如果要由我来说 对他进行一个盖棺论定的话 那么他真正是一个有福的人 他是一个福人 他是一个有福的人 说是他其实 出使西洋 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到美国去做的公使 然后呢 他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 但是他却能够通过自己的那个大正常 大气盘 来为中国争得一点尊重 让人都扶住了 让西洋人觉得 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别的代表 但是呢 胡适马上就说 其实他的 关于中国跟文化的理解 其实是很肤浅的 关于西方的文化的理解 也不够深刻 然后呢 他这个大正常是什么 我相信其实 新政府任命 胡适方做驻美公使 这点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安排 因为 在19世纪末期 20世纪初期 在美国的整个的文化氛围中间 还是非常崇拜英国 比方说当时在美国大学里面 做教授的人 如果你没有在英国去留学 你只是在美国读了大学 好像大家都觉得有点瞧不起 然后呢 对于 武适方是 不仅仅是在 这个伦敦大学读过法律 而且是英国 这个林肯律师会馆的 Barrist 是一个出庭大律师 那可了得 武适方 我相信他讲的英语 当然也没有留下录音 但是我相信他讲的英语 肯定是 特别有一种 英式英语的那种 尤其是 所谓伦敦腔也好 或者说是 法律界的那个英语 那种英语是听起来非常高雅 非常 尤其是跟美国英语比起来 在那个时代 两者之间的高下 大家心里面都 发自内心的都特别的佩服 一个说 英音做的那么漂亮的人 我相信武适方的英语 肯定是英音很重的那种 那种类型 所以他 你们看 查一下子 在网上查一下 武适方 出示美国的照片 上一次 我们的一位网友 有一位朋友 安迪 孙远征先生 他讲了武适方 那确实在 在美国的这个 政坛上 他经常参加一些活动 比方说他曾经参加 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的 女儿的婚礼 想像他这样的人 戴这个瓜皮帽 穿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个 马马马 马挂 然后 穿着一双 中国式的那个布鞋 然后留着一个 这个 这个 辫子 胡子 三杨胡子 哎呦 那幅形象在美国的漫画家笔下 曾经出现过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开头跟你讲的是 英国英语 讲的是英国法律界的那种 很高雅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那真的是 这个反差太大 走在街上 人们会看到说 说从哪个坟墓里面 爬出来的人 但是 只要一开口 你就知道 哇 这是一个英国绅士 这是一个特别了不得的人物 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一种 气势 可以说是给人 给美国人 有一种特别大的 一种震撼 震撼的力量 但是呢 其实大家如果 仔细读一下的 比方说这个 上一次我也给大家展示过 这个 一个东方外交家 眼中的 美国 胡适先生 说老的话 他讲的一点都不错 武丁方就是一个 思想很浅薄的人 他没有太多的深入的一种 对于文明的 对于 比方说 其实有一些人 在这本书本来是 他是用英文在西方 在美国出版的 1914年出版了 1915年 有人翻译成中文 在中华书局出版 然后呢 用一个 其他外国人用英语写文章 能够向其他的国家来去 传递一些文化的信息 进行文化的比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 比方说 写五十道那本书的 日本的那个学者叫 新杜库道照 新杜库道照那本书写的 你就可以发现他用 他是向美国的读者写书的 他那个书里边 对西洋的文明的那种 古典的历史 对一些人的思想 那是旁征博引 他特别能够说 抓住文化中间 非常要害的那些内容 做出一些 赋予说服力的解说 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 真的是特别的美好 正如你可以看胡适的书 胡适的著作 其实包括他的博士论文 用英文写的 先进明学史 他的后来也有 有禅宗方面的 佛教史方面的书 包括其他的一些书 他在英文发表的数量 也不少 你可以看到 其实三十 刚刚三十一岁的胡适 的确有资格来去 嘲笑武庭芳的 思想的不够深度 思想的不够深度 那思想的不够深度 其实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 我就想我们要 如果说站在设身处地的 去理解一下 当时那个时代的人 坦率的说 你要理解 说我们当时遭遇到的 这样的一种困境 我们说一个人 要对西洋文明 要有深刻的理解 对自己本土的文化 也有深刻的理解 但是这种本土文化 对武庭芳来说 有些课是补不了的 他没有办法去说 他偶尔也引用一点 什么孔子孟子 庄子的这些话 老子的话 他偶尔引用一点 那引用也不过就是 可能人们最经常引用的 那种东西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 对于中国的整体的文明 做一个像 有不少 像陈寅克先生这样的人 像胡适这样的人 这样的一种 非常精深的把握 对他来说 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 于是同时呢 我们遭遇到的 这样的一种西洋文明 对于武庭芳来说 他从高中中学阶段 他就开始用英语思维了 他 你知道这个东西要理解 要把它传递到中国来 要让这样的一种文明 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文明 你首先要发生一个 语言上的问题 你如何把这种文明 能够告诉国人 它是怎样的一种东西 那就 我们用惯了双语词典 我相信许多朋友 都有什么英汉词典 这个法汉词典 我们 这些词典给人有一种假象 就是说 好像什么东西都是 可以找到对应词的 我们 看词典里边 从来不会说 这个词其实是 很难被翻译成中文的 不会的 他都给你告诉你有一个 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在那等着你 但实际上 仔细想想 我们的不同的文明中间 有一些概念 其实是很难 传递进来的 比方说 在1839年的时候 这个林哲徐到广州去禁烟的时候 就曾经叫自己的助手 同时也找一个在广州城行医的一个传教士 叫Peter Parker 翻译成博家 他的中文名字叫博家 他就看到了一个国际法方面的著作 然后就要想方说法的把这一段话 他就要找一下子西洋人怎么处理 像鸦片这种贸易这种事 什么条件下 我可以扣他的货物 我需要做什么事 结果他就找 这个自己的助手 叫袁德辉 小得子 袁德辉 四川人 小时候也生活在马六甲那一带 这个也许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新加坡 现在的新加坡 然后叫他 你们能不能翻译成中文 其中有一个词叫right right right 怎么翻译 好多人都知道 现在我们当然是说 right就是权力嘛 就是权力 或者说正确的 you are right 或者说右边的叫right side 这样的right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法律文字的语境下 这个right最初的时候 就是没有办法 这怎么翻译啊 把他应得的东西 就翻译成什么 哎呀 真是很艰难 你看看商务艺术馆出版的那本叫 叫叫叫中国进入到世界大家庭 美籍历史学家 徐中约教授的那本书里边 专门讨论了林泽徐这次翻译的这个 这个遭遇到的艰难 徐中约教授还专门用英文 把这个这段汉语的译文 用英文再翻译回去 让大家知道说 当时翻译成什么样子了 就是英语读者肯定一看 哎呀天哪 真是大乡精精 有些东西根本看不懂 林泽徐就是看不懂 就是这么看不懂 林泽徐居然还大言不惭的 给英国女王 英国的女酋长写一封信 谴责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而且她还居然就是没收鸦片 她不考虑到这样的东西 实际上涉及到贸易纠纷的解决 是需要权力方面的保障 必要的一种补偿 一种合理的补偿 这些东西她都不考虑 她就一味的这么蛮感 这个权力这个词 一直到了187几年的时候 才由美国的传教士 后来成为 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教士 丁维梁先生才翻译 那本叫万国功法的 翻译那本书 美国的一位国际法学家 惠顿的这样的一个原文 叫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把这个权力第一次翻译成权力 权力 是一个好翻译吗 各位 大家觉得Right Right是翻译成权力吗 比方说当一个英语英国人 他说 他说Right这个词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权力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些微的 某种微妙的差异 权 权力 权必有所争 力必有所夺 争权夺利 争名于朝 争利于世 权 你会不会发现这个权力 这个词 其实在中国的语境下边 有相当大的一点点的 某种层次不高的东西 让人觉得 哎呦 这个人真是 君子于义 小人于利 你搞天天谋求自己的权力 似乎 正当性方面 就不像是 不像是在英语的那样 那种语境下的那种权力 拉丁文的Youth 这个法文的Dwa 然后英文的Right 这些词汇给人的感觉 都是特别的辉煌的 特别的高大上的 但是权力这个词 在中文中间 尽管现在我觉得 当然语言是一种 使用过程中间 它的意思在逐渐的发生变化 也许我也不见得主张 现在把这个权力 这个Right 翻译成其他的东西 有人在坚决主张 去改变一下 其实很难改变 大家已经约定俗成了 其实这个词汇 真的是很不容易 去获得一个 更好的解释 我就说五情方的困境中间 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这也是文明融合的一种困境 那就是 我们如何去对待语言问题 我们的语言 如何能够真正的贴切的 严谨的 准确的去传递 它在一个原生语言中间的一种形态 它的一种含义 然后呢 在我们能够 能够向国人来去表达这种东西的时候 能够让国人也准确的理解 让国人也能够 中国人都能够很知道说 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应当朝向哪个方向去走 走向这个方向过程中间 我们应该经历怎样的一种途径 法律的改革 司法的改革 必然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 我们引入一种外来文明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些变形 变得飞驴飞嘛 变得 这个少儿相见不相识 校文客宠何处来 本来可能是一种应该认识的东西 但是后来 由于种种引进 转换的过程中间的一些个 出现的一些问题 最后就变成了一种 半吊子工程 最后就变成一种 发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一种 变异的一种状态 这是我觉得武庭芳的这个困境中间 特别 特别 就是说 从我们如果说 这个 看到他当时的那种处境的话 有时候也可以理解 他可能经常要出于一种 失语的状态 他没有办法去 严格的准确的表达自己 他用英语思维 思维的很充顺的东西 但是他在转换为中文 转换为汉语 尤其是还要转换为一种 文言性的汉语的时候 这种困难 其实是 文化融合过程中间的 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想我们 在近代的司法改革 武庭芳试图推动的 三个方面的东西 有些方面比较成功 比方说 一些惭愧的刑罚的 废除 这方面其实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功劳 想临迟这种刑罚 你们知道 其实一直到晚清 这个 外国人来中国 都有照相机的时候 我们还有照片 西方人拍的照片 一个人正在被临迟 就是千刀万刮 就是一刀一刀的歌 哎呀 那个场景 简直可以说是 惊人 然后我们逐渐的开始 把这样的一种 最严酷的 非人道的东西 慢慢的给 去掉 这方面是 像武庭芳这样的一种 沈家本这些人 其实是他们功劳 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在更深层次的 制度的变革方面 包括他想念之在之的 英国 英美式的律师制度的 一种建立 还有 这个 刚才讲的这种 陪审制度的建立 还有更加专业化的 司法的一种 一种推动 这些方面 可以说都是 功败垂成 当然他也算是 出师未竭 生先死 生前就是 都是 重制国务活动 胡适也没有忘记 赞赏他 到了黎元宏 当时 在军阀的压力之下 试图来解散国会 重新选举的时候 武庭芳作为代总理 坚决拒绝 因为 总统的命令 必须要由总理来去 署名 附署 才能够生效 结果 武庭芳坚确不予附属 宁愿自己挂官而去 也不去 输这个名字 因为他 特别反感这种 军人对政治的一种影响 那最后 他获得了一种 举国上下的尊重 他死的时候 是用国葬的规格 来去 来去 安葬他的 这个葬礼 然后他是 比较早倡导 火化的 当时中国人 基本上都是土葬 但是他是 比较 比较 先锋派了 他自己是火葬的 那么武庭芳的故事 大致上就是这样 我们通过武庭芳的 个人的这种遭遇 可以看得到 这样的一种制度 转型过程中间 武庭芳所代表的 他身上所承载的 那样一种英美的 英国式的这种法律传统 跟中国之间的一种 格格不入 跟中国的很难融合 这是我们想要通过这一讲 来表达的一个方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本讲的 这个主题 那就是 对于 对于这样的一种 司法正义的一种路径的想象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都是在 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边 去讨论问题 其实我们也知道 我们需要受到一些局限 我的整个的这个八讲 前面的八讲 其实都是在 在试图去反思 在比较的过程中间去反思 我们的中国的文明 将来去如何走向 能够具有一种 公正的司法 能够像 人们说起 英国人说 英国人 无论他是多么地位弱小 无论他起诉的对象 是如何的势力高强 但是他都不会担心 英国司法的正义 司法是绝对会 所以给他实现正义的 那么我们 现在去思考一下的 我是说在一个文明的 再造的一种 境况下边去思考 司法的正义的 一个各种各样的途径 司法改革 那么我想 首先我们要看得到 其实所谓一种文明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指标 我记得第一讲的时候 就有一位朋友说 我们现在还是个野蛮国家 但是我自己觉得 文明的各种各样的 比方说中国 持续了两千多年的 书面写作历史的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了不起的文明 以至于我们周边的 许多的国家 他们也研究自己古典的历史 比方说日本在研究 这个相当于中国汉朝的时候 或者甚至在唐朝时期 要研究日本的历史 我们要从中国的经典中间 中国的 比方说唐书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历史著作里边 去才能够找到日本当时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的文明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是了不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历史的这样的一种 转述的一种漫长的 不间断的历史著述 这本身是文明的一个标志 那你可以说我们的 比方说老舍 作家老舍曾经说 我们的这个计划 比方说我们的体毛 就比欧美人要少得多 标志着我们的 他们跟动物之间的距离更近 我们跟动物的距离更远 当然这是一种 比较调侃式的一种说法 那我相信其实文明 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要体现在死吧 一个国家什么 我们说这个国家 走向了真正的文明 文所谓野蛮是什么 野蛮跟文明相对应 野蛮就是说 就是好勇斗狠 就是银毛如血 就是大家同态复仇 医学还血 以牙还牙 大家都是通过私人的暴力 叫什么 叫那个词 叫mighty 那么强权计功力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社会 就是一种野蛮社会 怎么说这个社会 走向了文明 其实是一定要 他要等到 这个社会 逐渐的 你可以发现 发展出一种 用和平的方式 来去解决纠纷 解决冲突 人们以前都是 都是要在战场上打仗 但是现在 后来他开始用诉讼的方式 来去解决问题 你抢了我的土地 没有关系 我到法院去起诉你 法院就会可以判决 你把土地要还给我 你卡扎了我 我不需要去把你的胳膊 也砍同样的伤口 我到法院去 法院会判决你 给你几年的刑罚 来加以惩罚 或者说赔偿 给我一定的赔偿 那么越文明 随着文明的提升 也就司法的正义 也在不断的提升 或者说司法正义的提升 也就标志着一种文明的提升 孔子讲 善人为邦百年 一可圣残去杀也 什么叫圣残去杀 就是说这个社会 不再是打打杀杀 侃侃杀杀 充斥了暴力 而是一种理性的一种方式 来去解决 这个社会中间的纠纷 那这种纠纷的解决 其实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 甜土细固 普通人之间 大家相互之间 有一些冲突 但是有时候是 巨大的政治冲突 比方说英国的国王 英国的国王 他做了一些事情 让人民不高兴 于是发生了内战 最后把国王 给送上了法庭 你们知道 1639年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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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一世 就是被送上了法庭 当时的法庭的 那个场面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令人震撼的 那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一个 在任的君主 被送上法庭 受到法庭的审判 最后法庭还经过一些 自己的一种说理 那个 起诉书 非常非常的 我当 我前几讲 我也提到过这个案 这个 这个案例 那 也让法官 也让被告人 有自己的辩护权力 只不过 查理一世 他自己 从根上来讲 不认定这种法庭 是合法的 因为没有一个 合法的法庭 可以审判君主 而什么是叛国罪 叛国罪是被判国王 叫叛国罪 所以当时的 当时有些方面 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 最后 还是经过了一个 可以说是 看起来是比较 英国传统式的那种 公正的司法程序 来去判决 查理一世的死刑 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 那你可以看到 后来这样的一种 公正的 有建立了公正司法的地方 很少再产生 发生革命 英国从光荣革命以后 再也没有 没有过所谓的革命 因为不需要 所有的社会的 一些重大的一种冲突 都可以通过法庭 来得以公正的解决 所有的人们 积累的许多的怨恨 可以通过 民主的方式来加以展示 在议会里边 你天天看到议会在打架 议会的国会议员们 都在执政党 反对党之间 那天天 那个反对党 就虎视眈眈的 在盯着 英国的那个反对党 最有意思 他们反对党 在台下的时候 仍然还把自己的班子 先提前搭好 叫影子内阁 他们用这样的一种 民主的方式 让民间的诉求 民间的冤屈 都能够通过新闻 通过国会议员的辩论 通过示威游行 这些方式来加以表达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了纠纷的话 我们就到法院去 正像托克威尔说 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体制的时候说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案 政治问题都会 或早或早的转化为法律问题 通过司法来加以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不再需要去改朝换代 他们不再需要去进行暴力的革命 推翻 现在的他们的政府 是因为他们的政府中间 已经有这样的一种 分化出 看起来英国的法官拿着愤怒 也是国家 是这个议会拨给他们的钱 但是他们不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他们经常成为国政府 与人民之间的中立的裁判者 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边 社会中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 还有必要去动刀动枪吗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我们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衡量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正在于你是否能够产生出一种 独立公正专业的司法制度 这是我们说 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来去观察 去得出的一个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的结论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其实不断地去追溯历史 不断去考察 比方说中国古典的政治的 这样的一种形态 大一统的政治 皇帝大权万机独揽 同时危机四伏的 这样的一种政治情形 权力的架构 还有包括我们说科举考试 带来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郡县制 带来的这样一种地方 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不存在 那就意味着说 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 其实是不可能发展出一种 公正的中立的公正的司法制度 因为它政治方面的空间是没有的 你没有独立的司法 它需要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空间 是不存在的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呼吸的空间 你怎么可能去发展出 这样的一种东西来 更不必说还有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中国的这个整个政治形式 比方说郡县制下边的支 支府也好支县也好 他们没有办法分权 没有不可能分权 不可能走向一种专业化 这是我觉得 我们想如果是说要形成一种真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 政治上的一种改变 政治上面的一种包容 对于独立的司法的包容 至少是这样的一种 哪怕是无可奈何 你也逐渐的要走出来 那么这样的一种 所以分权 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这样的一种观念 虽然我们经常是说看到美国什么三权分立啊 有不少人就是不理解 比方说邓小平曾经说 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三个政府 三个政府 你都不知道谁说话算数 这是意味着 其实我们不大能够理解 这样的一种政府之间的制衡 恰好能够使得政府的权力 不至于走向一种非常可怕的专制的状态 不可能说没有纠错的一种可能性 美国的法院经常是可以说 就是这样的一种纠错的机制 托克贝尔讲 每当美国的政治家头脑发热 推动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要变化的时候 他们都会感受到来自于联邦法院的法官席 给他们的制衡 给他们的制约 让他们不要冲动 让他们更要考虑到更长久的一些事项 所以三权分立有时候我就想这样的一种体制 真的是你可以发现他们在三种权力的产生方面 它是不同的 比方说国会的权力是人民选举产生的 总统的权力是人民选举产生的 而且这个选举产生的过程本身也特别有意思 比方说国会的权力 两个上议院子 每个州有两都只能够 每个州统一的就是两个席位 那是因为小州和大州 在参议院这个第三面决策层面上 小州和大州说话的分量是一样的 但在众议院子上 按照人口比例来 它就设定的非常非常的复杂 选举的一种模式也不大一样 对众议院的选举和参议院的选举 它的相关的体制的安排也不一样 然后总统的选举 选举人团制度 你可以发现他这种 这个美国宪法的这个立宪者 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 这种制度的考量啊 真正是洞察人性 细致到了一种 特别让人觉得 把人的想象力 达到了一种极致的一种状态 才会想象出这么一部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这两种权利都是选举产生的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联邦宪法 就没有规定 法官联邦法官是选举产生 不联邦法官全部都是有任命 总统来去提名 有参议院的来去认命的 参议院来去确认的 这样的一种体制下边 你可以发现他三种权利之间 不只是说简单的一种劳动分工 张三李四你去做行政 这个前六王八去做司法 不是啊 他们产生的模式就不一样 然后呢 联邦法院的法官 跟国会议员 跟总统一点都不一样 联邦法院的法官 那就坐上法官席就 就不下来了 他是终身任职 终身任职 协议法的规定说 他在行为良好期间 得终身任职 所以那些法官你看都是 经常都是老太隆重的 我到联邦最高法院去旁听案件审理的时候 那次我前上几次跟大家说 那个时候联邦最高法院的平均年龄是71岁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 九个大法官 平等的九个大法官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71岁 当时我看到的首席大法官 伦魁斯特首席大法官 已经是80岁的人了 然后刚刚做了癌症方面的手术 哇 那个样子还是病痒痒的 坐在法官 那个九个大法官的中间 过一会儿 退回到帷幕后边去 后来别人告诉我 他去吃药去了 他要定时吃药 然后说话声音都不利落了 但是还在那个法官席上 坐在那80岁的人 80岁还不算是最高的 还有接近90岁的人 还在那做大法官 那你可以发现 这样的一种终身认知 导致了一个年龄比较高的 比较高年龄的 高龄的一个司法席位 而这样的话 又构成了所谓年老的人 对于往往是比较年轻的行政首脑 或者比较年轻的国会议员 他们的一种制衡 而联邦最高法院的 联邦法院的法官 又握有所谓的违宪审查权 他们的权力并不是选举产生的 而且又终身任职 他们还握有一种说 我可以宣布你的 你这两个人民选举产生的 这样的权力 你们是违宪的 违反宪法 因而是无效的 他有这样的一种巨大的权力 这就真正是说 特别的让人 有些人甚至说 美国这不是一个民主 不是一个人民民主 是一个法官做主的一个国家 到底是这样的一种体制下边 你可以发现 法官具有这样的一种崇高的地位 它是一个政治模式 所必然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制约与平衡 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已经深深的制根在这样的一种 人们的头脑中间 我们说英国 英国 英国这个国家法官 他的独立性 可以说很早很早就获得了 基本的独立性 而且这种独立性是 他不断的去通过自己的权力 来去塑造政府的行政行为 然后把这样的一种司法的模式 纠纷解决 还传递到这样的一种社会的 其他的部分和政府的其他部分 也有了某种像司法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 政局的一种判断方式 这个裁决的一种论说模式 这样的一种东西 真的是一种 可以说是 政治如何去容纳 独立的司法制度的一个 特别典型的一个范例 所以 这是我们说 从文明的角度去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个方面说 政治的这样的一种 政治与司法独立之间的这种 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关联 那第三个方面 我觉得特别 特别值得我们再反思的 就是说 社会与独立的司法 我们是否有一种 社会的需求 怎样的一种社会的一种构造 逐渐的能够催生 一种公正的司法 那一定是利益非常多元化的 也就是说 这个社会是一种 有点像 大家 有没有人到 那个 土耳其的 有一个叫 卡帕多吉亚的一个地方 那个都是一只 孤零零的 那个像竹水一样的 那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 就是多金字塔坊 那种模式的一个 一个地貌 我们的社会 也应该是这样的一种 充满了一种 各种各样的一种 社会的联合 多元化的利益之间的 相互竞争 相互竞争 相互竞争的过程中间 那就会必然发生一些冲突 冲突中间 你如何去解决这样的冲突 就需要 它社会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一种 对于 独立于各种利益之外的 这样的一种 裁决机制的一种需求 我们就需要 我们的公正的司法制度 这是为什么中国其实 进行制这样的一种 长久的实施 皇帝权力独大 然后呢 所有的官员都是由皇帝来去指派 然后任命或者罢免 那么 这样的一种体制之下 大家可以发现 它逐渐的破坏了 或者说逐渐的消灭了社会的 其他的利益集团得以发生的可能 比方说 贵族集团 贵族集团 在这个国家 在唐朝之后 我们的贵族集团就 就整体消灭了 这样的一种 能够制衡皇权的 制衡君主权力的一个巨大的力量 已经不存在 我们过去谈科举制度 对社会的影响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了一点 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科举制度 带来了 每个人都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聪明 来去考取官位 然后就自己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 这是一种社会高度流动的一种状态 这种高度的流动在传统的 在今天我们是特别赞赏的 我们不会今天再去主张 一种凝固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界限 一种永恒不变的界限 但是呢 我们这个国家2000年前 就开始慢慢的走向这个东西了 在1000年前 我们1000多年前 我们这个社会逐渐就消灭了 任何一种超越地 超越血缘 超越狭小的地域的一种 社会联合的一种可能性 那么 那社会这样的一种构造 真的是 我们刚才说 孙中山曾经说 中国就是一盘散沙 太自由 这一盘散沙 其实从 大家没有社会的联合呀 没有一种说 形成一种足以相互制衡 同时制衡政府权力的一种 社会联合 多元化的一种利益 我们说日本这个国家 他学中国好多东西 他就不学科举制度 有科举制度 足以摧毁日本在 从前那个时代的那样的一种 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 界限分明 然后大家通过血缘传递 把自己的阶级这样的一种身份 不断的向后代传递 世世代代 奴民就是世世代代做奴民 将工匠就是世世代代做工匠 他这样的一种社会就 你说不公平吗 也有些人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最多的就是说 个别人说 哎呀老子算了 我去我去做做和尚去 他出家了 他不做不再做奴民 或者不再做这个工匠 他出家了 但是呢你要是说 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社会是比较安定的 比较安分守己的 大家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么 大家知道自己 而且有一个预期 有一个预期就是说 我从小就知道 我想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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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武士是不可能做了 我就我就老老实实做工匠吧 他就能够保持一种 整个社会心理上面的一种安详 一种不狂躁 不是天天大家都在想着科举啊 想去做官啊这种情况 这种是对对对对对对 对日本人来说是没有的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呃 他能够逐渐的 大家的你你不可能分分 你不可能流动了 那就带来了一种说 我们要认真的去 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的提升 我们这个社会阶级的一种社会地位 我们不断的去扩张自己的利益 我们不断的去跟其他提高 我们对于政府和对于其他的那种 社会阶级的一种交涉的能力 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妥协 逐渐的发展出我们自己的一种 能够代言代表我们利益的一种言说 一种理论 那逐渐的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种 最后大家也也不觉得谁比谁低 像过去日本的商人 自农工商商也是最最被人所藐视的 但是商人要如何去自己努力 让每一个商商商商商商户 每一个企业都让人觉得 特别让人尊重 他们好像有个词叫什么 把那个门帘都给搞热了 就说大家特别的喜欢这种企业 而且企业特别注重自己的商与 长久传承 像日本全世界统计下来 超过200年以上的企业 日本居然是最多的 这跟他们 他们就是商人 就是一个稳定的阶级有关系 那么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 一种社会的一种利益构造 将来我觉得我们虽然说 现在的社会不可能再是这个样子 再是像日本过去那个社会那样 现在日本也不完全是这样 尽管日本其实还多多少少 有一些这种传统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社会 有新型的社会联合 比方说利益共同体 比方说大学教师 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大学的自治 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方向 我们必须要保证学术自由 学术思想的一种自由 大学的独立 这个东西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是这个全国的大学 都能够形成一种利益的共同体 比方说今天的宗教信仰的共同体 比方说现在 我们全国是不是可以有个农会 来去争取农民的权利 来去保障农民的权利 然后在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 有奴会的代表 哪怕他不是一个奴民 但是他非常能够把奴民的利益 给加以这个有说服力的 去加以言说 然后就形成了一种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利益集团 游说集团 如果将来中国社会要走出来 不再是一个一盘散伤 就说一放就乱 一受就死的一个社会 而是一个特别富于动态型的一种相互的那种 你可以发现都是在一个博弈的状态之中 当大家出现了冲突出现了纠纷的时候 就有一个超然于所有的人利益上的 之外的法院做出公正的裁判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今后说要走出来的话 这个社会构造需要去做很大很大的努力 那么第四个结论 我们说 就说法律 司法独立 司法的公正的司法 必须要建立在一种专业化的一种知识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离不开一种更专业化的一种构造 这种专业化其实它本身 它在西方历史上 我们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专业 法律专业的产生 我们可以追溯到诺曼政府以后 他们的专业 司法的专业阶层是如何产生 这种知识是如何去慢慢的塑造起来 这种东西 我们过去曾经提到过说 这种东西其实有时候它跟一般社会的一种 大家共有的知识之间 其实是有距离的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法律人说的一套都是一套黑话一般的一种语言系统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法律职业者要必须要具有一种 选任上的一种标准 他的训练 他的特殊的训练 他这种专业知识传统的一种延续一种成绩 比方说我们接续到哪个传统 比方说我们的民法 我们的民法现在有民法典 我们民法典其实有许多的条文需要有一种知识的一种考古学 来去挖掘这种知识 到底比方说这条可能是从德国民法典的某一条出来的 而德国民法典的这条和那条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种关联 哪个学者对这条条文做过深入的研究 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理解 今天中国民法中间的相关的条文又怎样的一种启示意义 所有这些东西呢就会形成一种 特别的坚实的长久的一种知识的一种传统 这样的一种东西它会带来一种司法决策的一种稳定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经过法学的研究 我们可以预期相关的社会关系去如何去调整 司法会做出怎样的一种判决 那逐渐的司法的判决就不会变成一种知识的 法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不 法官的判决必须要符合我们的专业 对他的一种强有力的一种期待 他不可以说去 我们曾经也用过有个英国的法官说 按照我对正义标准的理解 我不会做出下列判决 但是我必须遵循先例 遵循先例这样的一种规范 其实是一种专业性的规范 所以我想包括胡适 武庭芳这些人 我们遵循他们的一些言说 或者武庭芳的悲剧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我们这个社会 还是有一种对于这个 因为2000年的历史中间 我们并没有产生出一个专业化的法学的知识系统 这套法学知识系统完全是一种域外来的 域外来的东西就会有一种 跟本土之间的一种磨合的过程 这种磨合的过程 甚至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经常是 那我们中间所谓全盘书画 像苏联学习 其实就是对于西方的法律传统的一种断送 然后接下来在1980年代再开始慢慢的 看看能不能接续到这样的一种 民国期间的那种传统 那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中间 获得一种应有的地位 能够让我们的法院 我们的法官判决案件 我们的律师辩护 我们的检察官提起控诉 都能够说符合这套专业知识的一种规范 而符合专业知识的规范 又能够得到 逐渐的得到 也许有些方面可能 让社会感觉到很错愕 大家议论纷纷 但逐渐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群 觉得 哦 这套东西是有利于 是对这个社会是有利的 对社会的长久的一种秩序的塑造是有利的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如何去能够提升推动 我们的一套专业化的法律职业 这样的一个共同体 如何去推动法律职业的专业知识 对于社会的 跟社会之间的一种良性的互动 跟社会文化之间的良性的互动 逐渐的让我们这个国家 走到走出 这样的一种 两千年来一事一乱 这样的一种 从来就没有办法去形成一种 公正的社会秩序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古老的国家 我们讲座中间 经常提到内藤湖南 前面提到过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说 哎呀秦朝 秦始皇的 许多商军书这些东西 对中国的毒害 戕害是如此之深 让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国家 现在变得如此的凋敝 如此的凋零 他到了 1899年 他到了北京 到北京的郊区的几个县去转一转 看一看 哎呀这个 这个太衰败了 这国家太衰败 山体都是裸露的 植被特别的少 然后人民都是生活在一个灭油菜色 生活很贫穷的 贫困的一个状态 整个是国家也没有卫生条件 没有公共卫生 政府也没有 很好的去治理这个 提供一种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然后动不动 就满汉之间的这种矛盾 最后他就觉得 哎呀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跟这样的一个国家 非常古老的时代的某种选择有关系 我们现在其实今天要建设一个更加 良好的社会的时候 其实经常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挑战的 不仅仅是某种政治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 而且需要去做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文明的一种 再造 文化的一种再造 再造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了解 需要理解这样的一种文明的发展的过程 这是为什么说 我觉得其实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 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知道 它的弊端到底在哪 逐渐的通过这样的一种 温故而知心 能够让这个国家逐渐的走向 一个更加 虽然不见得很快就进 就不寄希望于步伐很快 但是希望能够朝向一个更加正确的方向 去走过去 能够让我们的明天变得更美好 这是我今天 我这个酒讲的最后一讲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变成